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中国传出解放军员总参谋长黄峰辉和原总政治部主任张阳被开除党籍的消息 走在去年八月份黄峰辉和张阳就落马被调查 去年十一月时候张阳是自杀身亡了 在那个时候公开公布的黄峰辉和张阳的罪行 说他们是原中央军委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死党 当时的解放军报就发表评论说 对黄峰辉依法处理是全面彻底竖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他们明确说黄峰辉案是和郭伯雄和徐才厚有关的 不过有意思的是事隔一年之后 今天就是说10月16日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关于开除黄峰辉和张阳党籍的报告中 他丝毫没有提到郭伯雄和徐才厚 也就是这次黄峰辉和张阳的罪名变了 他不再是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死党 他变成了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 这样一来呢就等于说黄峰辉和张阳他们的罪名啊要最佳一等了 因为如果说黄峰辉和张阳的罪名是郭伯雄徐才厚的死党 那么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啊只是重犯不是主犯 郭伯雄徐才厚反党集团他们是主犯的 黄峰辉和张阳只是其中的成员他们并不是主犯 这就像说当年啊黄永生啊无法宪这些人都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 他们不是主犯是重犯 所以对他们的处理啊也是比较轻的 可是现在呢这次中央的报告里面 把黄峰辉张的罪名中啊 把这个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名字去掉了 那么就等于说啊黄峰辉和张阳变成了主犯 他不再是重犯了 主犯你肯定要比重犯最佳一等嘛 所以这一次中央的报告中把黄峰辉和张阳的罪行啊 他和郭伯雄徐才厚分离开 就让他们成为一个单独犯 就等于是让他们的罪行就升级了 不过这一次啊给黄峰辉和张阳的定罪的罪名啊 是十分的叫做离奇和离谱啊 因为指责他们叫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难道说这个忠诚和老实 你还可以作为一个罪名来 就是指出别人不忠诚不老实是犯罪吗 我们先说这个忠诚这个事 一般我们的概念当中啊忠诚它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品德 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来赞美这个忠诚嘛 最典型的这个忠诚的例子就是三国时代那个官公官员 我们一般的人啊就是看到谁的势力大 我们就投靠谁 如果我们身在三国时代 我们看到曹操的势力大 我们就会去投靠曹操 这样的就是一般的叫做人之常情了 我们不会去投靠那个比较弱小的刘备 可是呢官公官员他不是这样 那个时候曹操虽然势力非常大 刘备的势力还是相当的弱 可是呢官员他却拒绝为曹操效力 他还是要效忠于刘备 也就是说啊 不管刘备怎么样失势 怎么样落魄 官员始终他要效忠于刘备 这个才叫做忠诚啊 这一点呢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 再比如现代的例子四人帮 其中的江青和张春桥 他们始终不承认文革有错 不承认毛泽东有错 他们宁死也要为毛泽东辩护 那么你说江青和张春桥 他们是忠诚的还是不忠诚的 相反你像郭沫若那样的墙头草 达到邓小平的时候 他就要写一首诗祝贺打倒邓小平 打倒四人帮 他又要写一首诗祝贺打倒四人帮 难道是说那种叫做谁上台啊 我就对谁喊万岁 这样的表忠心的行动 你可以叫做忠诚吗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次对房峰辉和张扬 他的定的罪名是对党不忠诚 有人说黄峰辉是江泽民的亲信 这种说法当然是一个传说 并没有什么证据 我们姑且假设黄峰辉就是张泽民的亲信 那么黄峰辉在江泽民当权的时候 他忠于江泽民 他听江泽民的话 等到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并不是抢头草啊 他马上就抛弃江泽民 投靠习近平 他还是继续效忠于江泽民 继续听江泽民的话 他不听习近平的话 如果黄峰辉啊 他是因为继续效忠于江泽民 而被这个拿下的话 那么黄峰辉这个人 你说他是忠诚的还是不忠诚的 难道是说那些在江泽民当权之后 他们就高喊江泽民万岁 到习近平当权之后 他们又高喊习近平万岁 这样的人一天到晚就是表忠心啊 喊万岁 这样的人你可以叫做对党忠诚吗 所以说是不是忠诚这一件事啊 你不能作为一个罪名来给人家定罪吗 比如说那个四人帮的江青和张春桥 你给他们定一个罪名叫做反党反革命 这个罪名还是可以的嘛 如果你要给江青张春桥第一个罪名 是对党不忠诚 那就叫做很离谱很荒谬嘛 所以忠诚这个事叫做可遇不可求啊 大部分人啊我们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不能把不忠诚当做一个罪名来定罪 现在中共的高官啊 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江泽民当权之后 他们就喊江泽民万岁 在习近平当权之后 他们就喊习近平万岁 对于这样的人呢 也就是什么叫普通人了 他们对新上台的领党表忠心喊万岁 这个跟忠诚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现在这些对习近平表忠心的人 他们批判黄峰会张扬不忠诚 就等于是郭某柔批判江青和张春桥不忠诚 这是十分搞笑的事情 再说黄峰会张扬的定的这个罪名叫做不老实 所谓不老实呢 就是不讲真话说假话说谎话骗人 这叫做不老实 那么这个不老实不说真话 可以作为一种罪名来定罪吗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负面遗产 就是造就了一个大家都说谎话 大家都不说真话的社会风气 著名的作家巴金在他晚年之后 他就认为这个说假话 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毛病之一 他要大声疾呼人们要说真话 巴金说我写过两篇论真话的文章 朋友们都鼓励我说真话 在这之后我才看出来说真话并不容易 不说假话更困难 十年后节我们染上了不少坏习惯 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以为说假话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说假话保护自己的意义并非明哲保身 并不是不说话不表态 而是见风转舵说假话表忠心 把真话隐藏起来 随风向变来变去 变得连自己也认不清楚自己是什么面目了 巴金这里说见风转舵 说假话表忠心啊 他其实已经超越了叫做明哲保身的必要了 如果我们单纯从一个明哲保身那个出发的话 你可以不说话吗 不表态吗 这是可以的 你没有必要再去说假话再去表忠心再去喊万岁 所以现在中国人的问题啊 他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所谓的作为一个明哲保身这么一个问题的 他已经是把假话说假话作为一个向上爬的谋生的手段 他就想踩着别人头往上爬 巴金在1978年说了这样一段话 放到4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巴金的这段话是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 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 他们失而止动失而止息 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 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 这些永远正确的人 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 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 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 自己一点也不脸红 巴金这段话为什么放到现在还有效 我想就不用太多做解释 大家都会清楚 1959年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候大跃进那个浮夸风啊 他就提出来我们要讲真话 提倡党员学习古代的著名的忠诚海瑞 要敢于讲真话的这个海瑞精神 可是呢 当彭德怀这个现代的海瑞真的跳出来讲真话时候 毛泽东他又受不了了 他又要批判海瑞了 习近平也曾经鼓励人民讲真话说实话 2010年当时习近平他还是国家副主席中央党项的校长 那时候他还不是总书记 更不是核心 所以在习近平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啊 他还是提倡人们讲真话的 习近平在2010年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 他这样说 鼓励广大党员讲真话 讲实话 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 逢迎讨好 相互吹捧 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 坚决反对搞一言堂个人钻断 一把手还要注意 不要把自己身边的人都搞成唯命是从的人 那么看到习近平的这段话 不少人肯定会觉得叫做哑然啊 因为当年的习近平 他坚决反对搞一言堂啊 坚决反对一人钻断啊 那和现在的习近平 他又要定于一尊 他又不许妄议中央 这不是当年的习近平批判现在的习近平吗 我们对比一下习近平当年和现在的这些言行啊 你还再能指责别人说别人不老实两面人 那别人能服气吗 所以说这次中共中央啊 给黄峰会和张阳定罪名叫做不忠诚不老实 这个呢就是有点太过离谱太离奇了 同时我们也看到啊 习近平在当上中共总书记之前 似乎他的头脑还是比较清楚的 他也是知道一把手 你要注意不要把自己身边的人啊 都搞成那个唯命是从的人 可是习近平啊 他就偏偏犯了他自己曾经指出过的错误 他偏偏把自己身边的人啊 现在都搞成那个唯命是从的人 都是那些每天喊万岁的人 这样啊就体现出来什么呢 就是体现出来习近平他对自己成为伟大领袖啊 他并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他内心啊缺乏这个当伟大领袖的自信 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啊 他心里总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啊 他总要得到别人的那些赞扬赞美 把别人的话看成是对自己的肯定和尊重 如果别人对他的称赞不多啊 他就对自己是不是正确就感到没有把握 甚至啊觉得别人对自己的称赞少啊 就是看不起自己 一旦有了这样的心态啊 他一天听不到赞美的话 心里就不踏实了 所以说习近平虽然他每次讲话 开口闭口都要提到自信 但是我们看习近平的一言一行啊 其实他是缺乏真正的自信了 国家的领导人啊 他有两种 一种啊叫做强主 一种叫做弱主 那么这个强势的君主啊 他的特点就是特别有自信 叫做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 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论 美国总统川普就是这样的强主嘛 川普是非常的自信 他做事情啊 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嘛 而这个弱主的特点啊 就是他缺乏自信 干什么事情啊 都特别在乎别人会怎么评论他 哪怕别人有一点对他不够尊重的地方 他也受不了 要大发雷霆 要严肃处理 中国历史上的强主啊 一般呢 他都不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抓军队上 他把主要的军队放在国家建设上 因为国家强了 军队才能强 而中国历史上的弱主啊 他一天到晚都在抓军队啊 他对这个军队将领的猜忌性非常的重 三天两头就要把军队清洗一遍 你生怕军队会反叛 但是这个弱主啊 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军队上 他必然忽视着整个国家建设 反而使国家变得弱体化 他反而没有力量去抵抗外敌的入侵 我们看到习近平啊 他一天到晚都在抓军队 清洗军队的将领啊 我们就看出来 习近平啊 他虽然说他想要当一个伟大领袖 他学缺乏这个伟大领袖 叫做强主的自信啊 他更多的是一种弱主的不自信 好 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